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那種 沒有結婚的人可能很難理解的事情 我幫你舉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很多老公都會遇到一個事情 是老婆抱怨老公尿都滴在馬桶以外 你剛才舉一個例子 你說你的方法是希望說尿滴在外面 坐著尿對不對 你覺得你確定老公坐著尿 你覺得機會大不大 他會補充的機會大不大 習慣問題吧 你不會覺得他因此 那個男性氣概會受損嗎 不會啊 我說男生不會這麼想 你一定不會 你這男生會 你會不會替人家想啊 他有可能會覺得受損啊 對不對 而且重點是 你知道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 他老公就已經被他訓練長期都坐著尿尿 然後呢這老婆就嘴巴也很大 就跑去跟人家講說 我老公都坐著尿 他已經被我訓練好了這樣子 他認為很有趣 可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老婆講得好像開玩笑哦 可是我們男性的這些朋友 我們心裡其實感覺到 都覺得說哇這男男很可憐 我重點不是他坐著尿 可憐不是坐著尿 是說被訓練 不是就是 老婆怎麼這樣子 怎麼用這種方式 講給人家聽 我是覺得被訓練這三個是 不舒服 坐著尿我是覺得一回事 被訓練這種話 就是很多老婆常常講的話 不喜歡這樣 對不對 很多老婆都會這麼講是不是 不會啊 我知道你不是 可是有些很多女人會這麼講 我是被要求 你不是要求站著尿嗎 沒有啦 我是男生宿舍 在男生宿舍裡面 如果你老公一直 因為家裡都是你打掃嘛 對不對 如果說他尿都沒車尿 馬桶的話你會不會抓狂 他有另外一個廁所 是啊 那廁所你不怕打掃嗎 要自己打掃 真的好 這不錯 可是問題是有些人家裡 不一定有兩個廁所 我的立場是這樣 其實我一開始會覺得說 很多的生活細節 譬如說吃飯的習慣 然後我會去說 希望你可以吃飯 喝湯不要那麼大聲 然後你的夾菜的時候 或是喝湯的時候 你拿湯匙不要同時又拿筷子 我一開始會去矯正它 說希望你可以 就是把筷子放下再拿湯匙喝湯 後來我就覺得說 這個習慣它已經 三十多年了 我剛才結婚 我們三十出頭來結婚 那這個過程 它已經經歷三十多年 你要它改 為了我改 其實不人道 後來我就選擇不要去影響它 因為這是它的 母親的教育的問題 或是他們生活習慣的問題 可是你要去強迫先生去 進入新的家庭 就去改 我覺得有點殘忍 後來了我就改變了 我就教我那兩個兒子 對不起 教我那兩個兒子 我就是完全教他們兩個人 要依照我的那個方式去 你吃東西不要發出聲音 你不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我就教給他 我就在我先生面前 告訴我兩個兒子 你不要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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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不會去告訴我先生說 你不要講 這聽起來感覺很像紙上罵完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我選擇 不在畫外之靈 不在這個家裡面 因為我覺得我與其說去 一直限制他 然後他就改得很難過 你幹嘛讓他難過 因為他是習慣了 你一直去強迫他 他每次如果 你到喝湯的時候 他可能在那邊 猶豫不絕啊 手要拿上拿下 很辛苦 那乾脆算了 到時候他就變畫外之靈 有一天他會看到 為什麼大家都這樣子 他自然就會挑一個 他自然就會這樣子 反正是成人要用這個方法 你有沒有什麼 被你老婆要求的習慣 他有沒有要求過 你什麼改變 你以前沒有的習慣 有沒有要求過 沒有 我好多 我後面會 你都沒有嗎 你都沒有嗎 就是比如說 尿在馬桶外的事情啊 然後呢 衣服 他洗的衣服沒有翻過來啊 對 這個我會 然後呢 襪子就翻到正面 為什麼一定要翻到板面呢 對 然後吃東西吃完 碗杯子要自己洗啊 或者說吃完的時候 至少拿到那個洗碗槽裡面啊 好多要求喔 非常多 你都沒有 他們家相反 都是你在要求 你要求他什麼 通通示範 沒有說通通示範 就是有些是習慣 你會要求他什麼 比如說這個洗好的碗 放到碗櫃裡 因為你放在廚房的流理台上 蟑螂就來 然後就類似像這樣子 對 對 對 我覺得我跟你老婆可能比較合 我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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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去你們家 就很傷亂了很 所以來講說 比如說婚姻關係裡面 其實很重要就是說 其實感情部分 可能不是那麼多 然後生活的部分比較大 所以生活上合不合很重要啊 所以我們要選的對象 是要選生活合不合 你找到對象 你又沒有辦法去你們家 因為是亂七八糟的 我跟你講剛好交嘛 不用人家來我們家 我們家很安靜 沒有人敢來我們家 我跟你講剛好交代 你會去找一個跟你互補的人 你自己知道 你有些生活的規則弄得不好 你會找一個比較規律的 如果照這樣子 我老婆就是互補的人啊 他一天一到我就在抱怨啊 某些某些某些 一定有一些地方 他會默默做 他不會念你 我以為會找我老婆 就是 其實搭婚搭都默默做 可是做到某個程度 一定會抓狂嘛 所以你一直喵尿尿 就滴到地上啊 今天這個是重點 我們這個年紀就要開始介紹 好的醫生啊 男瓜子 不是 不是 尿是 他的意思是說噴 就是沒有射準之類的啦 就是有時候會這樣 所以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做的尿尿 其實是一個好習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告訴你 荷蘭 荷蘭這個國家 你去他的公共車 男生公共車都是坐著 沒有上地的辨尺 他會覺得這樣比較乾淨 因為我沒有那一根 坐下去之後 那 要撥到哪去 他要撥到哪去 而且馬桶是斜的 請回答 請回答 你上廁所 你男生也上大號 也是坐這個馬桶 那你怎麼做的 大號是往下沉啊 一樣對不對 你覺得上大號就不用想辨嗎 沒有 他上廁所的時候 他不會 不會那個 燥起來 不會吹 那我瞭解 因為我沒有那一根 就很懷疑 沒有 人是上廁所 也是大便小便一起來的啊 所以也是會做的啊 所以這沒有問題 很簡單 他們看到的時候 都是挺立的 知道嗎 是嗎 他剛剛就很講的 不好意思嗎 他們沒有信講這個事情 所以你看 男女事件的誤解有多大 你會不會尿尿尿 低落馬桶歪啊 會 有沒有被抱怨過啊 沒有 沒有 那你 你有沒有想說 怎麼樣才不會尿尿到馬桶外 方法是什麼 嘴巴給我講出來 聲音講出來 怎麼樣才可以 作折 如果你要站著的話 不尿尿馬桶外的方法有沒有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如果說 如果不是直立式的 是坐立式那種馬桶 怎麼靠近 一靠近不是眼睛噴出去嗎 怎麼 有什麼方法 半蹲一點 半蹲一點 哦半蹲 半蹲怎麼尿得出來 半蹲的尿 女生也在幹嘛 半蹲 可是現在 可是在歐洲有發明一種 女生可以站著尿尿的方法 這個像一個露鎖叫斜尿